各位各位姐妹 今天的四经金句是 天主的国就在里门中间 勞交福音17章21节 在福音里面法利赛人问耶稣 天主的国何时要来 意思就是世界末日何时来 但是不只是法利赛人问 在历史上很多人都很好奇 究竟是末日来没有 我想前了几天 因为有尾巴战争 很多人很困扰很不安 于是都问我 或者不是问 其实是一种概叹 可能都是世界末日来的 这边有打仗 那边有矛盾又有冲突 然后气候又变化成架 又有地震又热又火灾 是不是呢 耶稣叫我们不要猜 不要猜 不要想 在这里 在那里 天主的国就在里门中间 是什么意思呢 不少识经学者告诉我们 就是耶稣自己 耶稣就来到我们中间 耶稣就是天主爱情出现在人间 而天主的国呢 是什么呢 天主的国就是天主以爱来到治理万民 统治万邦 这个就是祂的国 所以 所以 已经来到了 不过 你说 那来到了不是世界末日 又未呢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就是 牵涉到 在信仰里面 我们所说的 已经 还未曾 有些奇怪 已经是什么呢 主耶稣已经来到了 天主爱已经出现在人间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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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接受祂呢 我们有没有 顺服于天主这个爱情呢 我们有没有真的让祂 管治我 我有没有将自己交给祂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 所以就未曾 不单止一个人 两个人 而是整个人类 整个环宇 也要大家归依 在天主的爱里面 这样的话 世界才能完全 才能圆满 所以 国兄弟姐妹 我们有份责任的 我们念天主经的时候 我们念什么 愿你的国来临 意思是什么 不只是求天主 早日叫祂国来临 祂的国已经来了 天主爱已经出现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 打在我们的心 心悦成福 这样完全去接受天主的爱 然后将我们自己交给祂 愿你的旨意 盛行在我的生命里面 是不是 那天主的国呢 就在里面中间 勞交飞音 17章 21节